是的,接下來的節目又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單元劇系列 眾所周知,隨著網路世界的蓬勃發展 線上千賭模式也越來越多變 官兵使用手機在營內外賭博的案件依然偶有所聞 沒錯,其中還夾雜虛擬貨幣詐騙 與不當推介同袍參與網路賭博等不當行為 不僅造成個人財務失衡及金錢糾紛 也涉及觸法而遭重懲太除 甚至因無力償還債務而造成許多憾事 沒錯,賭博真的是個無底深淵不能不勝 今天軍紀教育以正確理財 還有杜絕賭博詐欺觀念為主軸 直播了單元劇翻本,一起來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老闆 人帶回來了 剛剛在他回家的路上 給我讀到 還好 差點給他跑掉 有必要這樣嗎 老闆 上次只知道你混得很好 沒想到你開躺扣 帶小弟 憑我們的交情 你要找我 不用找人壓我吧 打電話給你 你也不接 我沒去部隊給你辦回課 已經是給你面子了 客人來不會倒茶嗎 什麼 什麼 這還差不多 會不會好好出來商量 我問你 你會不會好好出來商量啊 會不會啊 好 好 扶你起來是不是 起來啊 不要別臉 不要臉 自己講 五座三十二完成 早 好 周恩長好 怎麼樣 工作上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幫我沒有問題 幫我三長一切都很好 有什麼問題記得來問我 好謝謝師官長 謝謝師官長 周啟祥 周啟祥 都點名叫你了你還怕 師官長 師官長 幫我跟我說吧 師官長 你也幫幫忙好嗎 討餐也要讓人喘口氣吧 不是 沒錯 之前 因為我未來的丈母娘有急用 所以我跟妳借了三萬塊錢 可是我上個月發薪水的時候 不是已經還你一萬了嗎 當初是妳自己在借錢的時候 說可以分兩三次還的耶 現在吹菜吹得這麼兇 我有說過要跟妳要錢嗎 當初要借妳錢的時候 我雖然跟妳說過 我也有房貸要求 壓力也不小 但是我爸跟我說過 朋友有通才之意 我既然決定要借妳錢 我就沒有打算跟妳要回來 況且我還是同梯 所以妳的意思是 現在並不急 謝謝妳的幫忙 同學真的是很夠意思 妳不要跟我嬉皮笑臉 我主要是要問妳 妳嘴角怎麼了 被妳看出來了 廢話 妳看妳嘴角腫成這個樣子 誰看不出來啊 沒事啦 就是上火 嘴角也發作 是啦 真的啦 就喝一下椰子水 吞吞我就沒事了 什麼氣象 妳用這麼爛的理由來胡弄我 妳真的看聽我有智商啊 看就知道 被人打了 難怪妳那麼早就生事關獎 那麼厲害 看就知道我被人打 到底怎麼回事 沒事啦 就上個禮拜天我去我女朋友家吃飯啊 然後我就說她做的飯很難吃啊 結果她打我耶 沒想到下手那麼重 周啟翔 我觀察妳一陣子了 妳最近老是心審不寧怎麼回事啊 同學一場啊 妳能還我錢當然是最好 可是我真正在意的 是妳有事情隱瞞著我妳知不知道 老爺說 周啟翔的嘴是不是妳打的 拜託喔 飯可以亂吃 話可不能亂講耶 幹活什麼事啊 雖然 周啟翔欠錢還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真正討厭 但 我總可能忍獲上身吧 對啊 我其實也想說 妳總不自己為那九千塊 動手打人吧 說我咧 她欠妳八千 比我還多 我還覺得妳嫌妳比較大耶 喔 當然不是我啊 之前我那個爛同聽 推薦我投資那什麼虛擬貨幣 強調短期高後利 穩賺不肥 結果咧 害我賠了好幾萬塊 我都沒有跟她計較了 我還為了這幾千塊打她 不過 有一點很奇怪 什麼用嗎 不過 到底是誰打她 既然不是妳也不是我 那她肯定還欠別人錢 而且一定欠超大 大到對方要動手打人 所以咧 那關我們這種事 妳沒聽過 死豬不怕滾水燙嗎 什麼意思 她欠誰都一樣吃欠 你覺得她有錢的話 會先管誰 當然是誰吹得緊就先還誰啊 如果打她的人是追在妳的 我們如果都沒反應 那我們的錢肯定要不回來了 可是 我怕萬一吹得太緊 我剛剛不知道了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她當初跟我們借錢的時候 保證說發薪水的時候 立刻就還 她又說她女朋友媽媽的支用 我想說大家同期一場 就借給她了 結果咧 她自己不講信用都無所謂了 我還怕不好意思 一句話 我們的錢也是辛苦賺來的 我不肯定那麼算了 妳不必找她要 我自己去 誰說我不去了 要去就一起去 這筆錢什麼時候還 怎麼還 她總該有個說法啊 好啊 走 一旅找她 好 坐 同學 我已經跟你說了 我們的交情 我一定要還你錢啊 但我現在就還不出來嘛 你怎麼到現在 還是搞不清楚狀況啊 我真正在意的是 你有事情隱瞞我 是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老實說出來嘛 部隊的幹部也可以幫你解決啊 事情沒有這麼複雜 我的問題我自己可以解決 不需要別人幫忙 你再給我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內 反正我自己問你 我自己解決了 不想要拖累別人 周啟祥你 不是吧 你們兩個人現在 湊什麼熱鬧啊 你們兩個有什麼事嗎 有啊 我們找周啟祥 沒關係啊 事關長在跟周啟祥談話 我們等等再過來 等一下 有什麼事情不能在我面前說的 好啊 說就說 周啟祥你別怪我 是你以前欠錢不還的 周啟祥你欠錢 他欠我八千 欠他六千 到底什麼時候還錢 周啟祥你到底跟多少人借錢 被我的動作到底有多大 不是 你們拜託好不好 世文總跟你借三萬已經還了一萬 加上你們兩個人總共在三萬四千塊 我下個月發薪水的時候 我就可以還你們了 你們有必要這樣逼迫我嗎 周啟祥現在都什麼情況 你還不老實說出來 這個問題我今天一定要解決 跟我去所長的事 我向上回報 走 不會開 有必要這樣撕破人嗎 兄弟一場 私下交情是私下交情 單位弟兄很困難 我是事關長 我就有責任要協助解決 走 跟我去找所長 好 我先釐清一下事情的來龍去脈 周啟祥 是 你確定連同紅氏館長 你只跟這三位同袍借錢嗎 我確定 這沒什麼好玩的 所長也可以到單位裡補查 很快就可以查清楚 所長 我想說幾句話可以嗎 好 你說 首先 因為我個人財務處理不當 造成部隊幹部裡的困擾 我很抱歉 但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所欠的金額並不大 我可以在你前面立字具保證 這個月發薪水的時候 我就會還給他們了 我沒有還不起 我真的負擔得起 好 至少你先將欠他們錢的部分解決了 但是我要提醒你 雖然陳偉倫他們 是考量到你家裡急需用錢 才把錢借給你 但是依照國軍軍風紀 維護時事規定 是禁止同仁之間 有不到接待的 如果衍生後遺或自身糾紛 還會依照陸海空軍懲罰法 及其施行細則懲處的 明白嗎 好 所長我知道了 那事情告一段落我就 等一下 你去外了 你是不是還有其他交流問題 我看你這反應發什麼地步 你到底為什麼要接那麼多錢 你這些錢到底要幹什麼用 你查過結果到底有多大 這是我的私事 我可不可以不說 他當初跟我借錢的時候 是說他女朋友的媽媽有急用 女朋友的媽媽有急用 你們不要再逼我了 我真的不想說 而且我已經快要可以解決問題了 你的臉已經被打成這樣了 你還好我們怎麼相信 你可以自行解決問題 好 如果真的跟女朋友有關 上次營區開放參觀的時候 我剛好跟你女朋友交換的聯繫方式 我打電話問他 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說張不要 不要 好啊 我說 就是 一個多月前 我女朋友跟我提到了結婚的事情 可是 她出了一個大難題給我 好 欸 寶貝 嗯 我 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嗎 什麼事啊 你 你不可以換工作啊 換工作 為什麼啊 便利商店大夜班人少 成又多 不是啊 你看每次我放假回來 遇到你不到兩個小時 你就要去上班了 好不容易等到你回來 都已經天亮 白天你在睡覺我不敢吵你 你睡醒一下子又要去上班了 我覺得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好好相處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工作辭了 我把工作辭了 你要養我跟我媽嗎 講不出話了齁 短時間要你養我跟我媽 是不可能 但是 我願意為了爭取我們的相處時間 跟店長說 把我換早餐 真的嗎 嗯 寶貝太好了 趕快去面 謝謝 謝謝寶貝 謝謝寶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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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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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说十二万的小聘 你有压力 我直接就给你登记 直接公证都可以 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的另外一半是个赌贵 你听懂了吗 你也要给我戒赌 不能来赌博 好啦 我答应你 确定啊 你答应我了 好啦 你不要生气嘛 你看我女朋友都已经 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能不去凑齐 这十二万的小聘吗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 跟我瞎扯说 是你女朋友妈妈有急用 如果不讲严重一点 你们会借我吗 何况我全所都问了 只有你们三个人愿意借我 而且还差十二万 差一大截 你还是没有回答你脸上的伤 到底怎么回事 对啊 这才是重点啊 等一下 你不会有把好不容易 凑来的钱拿去赌了吧 那我这些是什么大事的 你接着说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家女生都说要跟我结婚了 我连这小片十二万都凑不到 好 相安相去 我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个死党 阿布朗 谁是阿布朗 许久不见 没想到 阿布朗现在会不放声睡起 阿布朗 你现在开这么好的车哦 还好啦 客人抵押给我的 反正只是代步用 那你干嘛约这里啊 上车啊 带你去有没有地方慢慢聊 哦 不用啦 我有事情想要找你帮忙 我们随便找个地方聊就可以了 没事啊 我们那么久没见面了对不对 今天让我好好招待你 我来安排 呃 真的不用啦 看看你能不能帮到我 我女朋友还在家里等我 我不能太晚回家 哎呦 当中兵就是不一样啊 还顾家啊 好啦 我们先上车 随便找个地方聊 哦 来 请